大家好,我是猫顿,今天我们来聊黄盖的专舞。 黄盖本身是国际俯改强的比较多的一个武将,那么这次的专舞又会不会比陆服有更进一步的增强呢? 答案是有稍微加强的地方,也有削弱的地方,但整体的影响并不大。 我们先来看黄盖的略有小成效果。 略有小成强化了黄盖炸降一层的效果,黄盖自身受到的最终伤害会下降30%,五果五将受到的最终伤害也会下降30%,五果五将下降的部分是比陆服的多了10%,陆服只有20%,黄盖自身则可以同时吃到两个效果,是最大的受益者。 卢火纯青 会在前二回合内,若有敌方五将被击退,则使黄盖直接获得三层炸降的效果。 这个效果一般在黄盖的队伍中都很难做到,因为黄盖队的思路一定都是先做好防守,然后拖到第三回合才爆发,在前二回合让敌方减元的概率并不高。 卢火纯青的第二个效果,从第二回合开始,当黄盖获得三层炸降,就会立刻释放一次怒弓。 同时也给了炸降二一个和怒弓有关的强化效果。 黄盖的怒弓会有75%概率,使受益方持有的所有灼烧状态的持续时间延长二回合。 不过国际服这边同时也砍掉了一个,使黄盖怒弓施加灼烧的概率提升到100%的能力。 这是因为国际服这边已经提升了黄盖怒弓队处于灼烧目标,施加灼烧的概率至100%,所以庄武就不再对怒弓做二次提升。 不过整体来说,这个改动对黄盖的影响并不大。 最后是神乎奇迹的效果。 黄盖的五星核心被动会获得强化,在发动苦肉剂时,会额外造成自身30%最大生命值的真实伤害,并使命中的武将在二回合内造成的最终伤害降低20%。 神乎奇迹最大的改变就是,黄盖不再只能引爆自身造成的灼烧伤害,而是可以引爆兽机方身上所有的灼烧,当中也包括了灵宠的灼烧在内。 光是这点伤害就不知道提升了多少。 并且,敌方没少一人,引爆的灼烧伤害还会额外提升50%。 庄武对黄盖是肯定有加强的,那么在实战中,黄盖的表现又会如何? 在目前吕布肆虐的环境中,火烧队其实是不太能扛得住的,特别是在面对吕布和冲锋将这对老冤架的时候。 火毒队才是黄盖在这个版本的答案。 火毒和火烧最大的差别就在于火毒队友控制可以拖回合,反正都是扛不住的,那就用控制来拖回合吧。 火毒盖的思路就是由毒来控住第一回合,由竹龙来控第二回合,然后由黄盖在第三回合爆发收割。 这支队伍精团有测试,在中低段班都是可以玩的,而且在打慢速队伍时还特别好用。 尤其是在中低段班这个阶段,女团偏多的情况下,火毒盖其实还是蛮好用的。 黄盖在打女团,飞吕布的盾队,甚至是没有SP郭佳的脏水队都有很高的胜率。 郭佳上线后,火毒盖依旧可以玩,只是大虎和贾许可能就要转到后排和黄盖一起,以避免直接被郭佳封印。 最后来说一下抽取建议。黄盖队虽然目前已经挤不进一线队伍,但作为二线队伍其实还是可以玩的。 尤其是在中低段班并不一定人人都有一线队伍的情况下,在天下会伍还是可以作为其中一支队伍上阵的。 对于有火毒有竹龙,又没有三队一线队伍的玩家,黄盖还是可以抽的。 最后就来放一段团友的实战视频来给大家参考吧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,感谢大家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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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准备到夥食用 看的,但就不被打中了 在帽子上去的一位 把他出入了 是不可逆的 是不可逆的 我会回到的 是不可逆的 我会有什麼事 是不可逆的 不可逆的 不能回到 不可逆的 是不可逆的 ante 没什么 是 的是 哦 一 是 但是 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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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 这